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张观天下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 中日甲午战争和美国人马积分 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以中国满清王朝的惨败和割地赔款而告终 这一致命的一级 也是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以前的两次鸦片战争 打破了满清天朝大国的美梦 但毕竟后来经过洋务运动 同治中兴和左宗棠收复新疆 清政府又有了被称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 表面上来看 大清依旧是一个庞大的东方帝国 金玉其外 但是岂不知已是败叙其中 一个稻草人或是泥巴做的巨人 日本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一直是沃寇 海盗 浪人 小日本 是罪儿小国 也被认为曾经是中国的蜀国 或者是藩国 中国人败在西洋人的手里 算是技不如人 但是如今败在东洋 日本人的手里 情何一堪 说明当今的朝廷确实是腐败 无能 那么改朝换代就是天命所归的 1868年日本明治违信以后 国力逐渐强盛 给予对外扩张 根据后来日本参谋部的计划 日本事先占领朝鲜 而后控制中国的东北 山东半岛 长江中下游 以及台湾 进而肢解中国 日本向中国和朝鲜 先后派出了大量的间谍 刺探情报 并详细绘制了各地的路线图 几乎包括每一座山丘 和每一条道路 从1885年到1895年 日本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 财政收入的60%被用于军费 大力发展海军 1887年 日本天皇下令 从皇室的经费中 每年节省30万元 用来建造军界 在天皇的感召下 日本全国上下纷纷响应 捐款很快达到了100多万 民心和士气大振 日本海军的总等位 几年之内迅速达到了7万2000吨 远远超过了中国 而大清王朝 全国上下一片太平盛世 歌舞生平 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 花费540万两白银 慈禧太后准备还政 修建颐和园养老 花了800万两银子 仅这两线开支 就足以建造当时四艘的巨型战舰 一方面日本疯狂的扩建海军 而中国反而停止购买新舰 并且从1891年起 连续三年扣发海军的弹药净费 炮弹的供给从计划的300箱到只有3发 北洋舰队的总队位一直维持在27000吨左右 而许多的水雷舰艇年久失修 弃而不用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穴党起义 中国和日本都卷入了朝鲜的冲突 中国军队很快被击败 退出了朝鲜 并连续丢失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全面失败 1894年9月17日 在鸭绿江口黄海大东沟 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中国北洋海军 中日双方参战的舰艇各有12艘 在海上展开了5个小时的炮弹 中国的北洋海军当时损失一半 我们把中日双方当时的实力和参战的舰艇 做一个大致的比较 中方舰艇的总吨位是32,100吨 日本是40,840吨 中方舰炮共有195门 日方268门 中方的鱼雷发射架是556具 日军是568具 中方海军人数2126人 日方是3916人 中方舰艇平均航速是10.2节 日方是14.5节 一节就是一小时一海里 一海里约为1.8公里 中方舰炮的命中率当时是日方的两倍 但是炮弹的质量很差 中方舰炮的射程为3000米 日方为5000米 而且日本舰炮的射击速度比中方的快三倍 中国北洋海军参战舰艇12艘 第一艘是定远号 定远号是北洋舰队的旗舰 管带也就是舰长刘不禅 排水量7335吨 航速14.5节 有12寸就是305毫米主炮四门 海战结束以后 定远号返回基地 后来在1895年2月10日 日军攻打危海卫的战斗中 定远舰炮弹打光 受伤搁浅 刘不禅命令将战舰炸沉 以访自敌 自己吞鸦片自杀 第二是郑远号 这是定远号的姊妹舰 当时号称东亚第一舰舰 管带林泰增 排水量是7335吨 航速15.4节 12寸也就是305毫米巨炮四门 1894年12月24日 郑远号在撤回危海卫军港时 不幸触礁 不能在出海作战 管带林泰增 自杀谢罪 郑远号后来被日军掳获 编入了日本舰队 第三个是京远号 管带林永生 排水量2900吨 航速15.5节 210毫米主炮两门 在海战中 管带林永生 重弹牺牲 京远号被打沉 第四是志远号 管带邓士昌 排水量2300吨 航速18节 210毫米主炮三门 在海战中炮弹打光 全力冲撞日本旗舰松岛号 后来被日军的水雷击中 管带邓士昌 与舰同臣 壮烈巡国 第五 来远号 管带邱宝人 排水量2900吨 航速15.5节 210毫米主炮两门 第六个是静远号 管带耶祖归 排水量2300吨 航速18节 210毫米主炮三门 第七 吉远号 管带方伯迁 排水量2300吨 航速15节 210毫米主炮 两门 在海战中 管带方伯迁 临阵逃脱 后被处决 战后吉远号 被日本海军掳获 第八个是平远号 平远号 管带礼盒 排水量是2100吨 航速14.5节 260毫米主炮一门 这是大清自建的军阶 第九个是超远号 管带黄建勋 排水量1350吨 航速15节 250毫米主炮两门 海战中沉默 第十 杨威号管带林律中 排水量1350吨 航速15节 250毫米主炮立阳门 海战中沉默 第十一是广甲号 管带吴敬荣 排水量1296吨 航速15节 150毫米建炮立阳门 属于广东水师 海战中吴敬荣 临阵逃脱后被撤之查办 广甲号在逃跑途中触交 几天后被自毁 第十二艘是广丙号 管带承闭光 排水量1000吨 航速17节 120毫米主炮三门 这是清朝自己建造的防护巡洋舰 也是护卫舰 在后来的五一海卫海战中 被日军俘获 舰长承闭光 在辛亥革命后 成为中华民国海军司令 其实北洋舰队当时还有六艘舰艇 镇南号 镇中号和鱼类艇 扶龙号 左一 右二和右三号 那么日本参战的十二艘舰艇 第一是吉野号 舰长 河源 要衣 排水量4216吨 航速22.5节 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四门 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八门 四十七毫米速射炮二十二门 第二个是高千岁号 是排水量3709吨 航速18节 二百六十毫米速射炮二十四门 第三 秋金周号 排水量3150吨 航速十九节 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四门 第四个是浪速号 舰长东乡平巴郎 排水量是3709吨 航速十八节 二百六十毫米速射炮二十四门 到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中 担任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 在对马海峡 歼灭了俄国舰队 第五松岛号 是日本的旗舰 排水量四千二百七十八吨 航速十六节 三百二十毫米 主炮一门 千代田号 排水量两千四百三十九吨 航速十九节 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一门 第七是岩岛号 排水量四千二百七十八吨 航速十六节 三百二十毫米 主炮一门 第八是乔丽号 排水量四千二百七十八吨 航速十六节 三百二十毫米 主炮一门 第九是比瑞号 排水量两千二百八十四吨 航速十三点二节 一百七十毫米 舰炮两门 第十是福三号 排水量三千七百七十七吨 航速十三节 二百八十毫米 主炮两门 第十一 西津丸号 排水量四千一百吨 航速十五节 配有一百二十毫米 舰炮 第十二是赤城号 排水量六百二十二吨 航速十点二五节 配有一百二十毫米舰炮 在海战中 日本舰队也遭到重创 但是没有一艘被击沉 松岛号和吉野号都是弹痕雷雷 先后失去了战斗力 退出了战斗 另外在中日甲午海战中 还有一名美国人 名叫马吉芬 是北洋海军镇远号的邦代 也就是副舰长 马吉芬1860年12月13日 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军人世家 他的祖父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皮斯堡 并参加过独立战争 他的父亲参加过南北战争和对墨西哥的战争 马吉芬高中毕业以后 报考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 掌握了船舶的驾驶 舰炮使用和机械维修 并表现出机智和勇敢 1885年的春天 25岁的马吉芬飘洋过海 来到中国天津 被李鸿章聘用为中国北洋海军的外国教官 工作将近十年 非常受人尊重 1894年 马吉芬准备回美国探金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他主动放弃了休假 并出任郑远号战舰的邦代 在写给其母亲的信中 他说 或许我会战死 辞去成为决别 但我愿意为中国而战 在9月17日的海战中 马吉芬所在的镇远号遭到了三艘日本战舰的核围 前甲板被日舰的重炮击中 身负重伤的马吉芬接替管带林太增指挥战斗 他命令舰上的四门主炮 同时轰击日本吉野号 并将其驱敌战场 马吉芬还目睹了 邓时昌在支援号炮弹打完以后 猛冲底舰松倒号 却不幸被水雷击中 邓时昌与战舰同归一尽 加过战争以后 满身蛋片的马吉芬回到美国疗伤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 他在伤痛中完成了鸭绿江海战遗书 全面祭出了整个战争的过程 并在多次的演讲中 极力赞扬中国北洋海军的英勇作战 而不少美国人却认为他是疯了 后来他的伤势越来越重 同时还要忍受许多美国人不明真相的指责 1897年2月11日 也就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自杀身亡两周年的忌日 马吉芬用左轮手枪 结束了他自己年轻的生命 十年三十七岁 身后他留下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 我的心属于中国 属于中国海军 在他的墓碑上 他的父亲这样显道 锦力慈悲 以纪念一位 虽然深爱着自己的祖国 却把生命献给了另一面国旗的勇士 马吉芬的墓碑在他的家乡 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镇公墓 如果有时间 中国海军可以去拜业一下 以卫英灵 中国人都知道 加拿大的白球恩 不愿万里来到中国 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也有这个美国人马吉芬 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与中国人站在一起 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 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记住马吉芬 因为他虽然是一个美国人 但是却为中国海军而生 也为中国海军而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